就注意,请各位,你这个地方跟OBIS一样,这边有个储存 请各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存在桌面上 桌面上,你给它一个名称,给它一个档名 比如说这边的话,第四、第二章什么的 我习惯在前面加上一个日期,比如说今天的时间是15号 2002年3月15号,然后按Safe,储存 后面看你要不要加一个名称,比如说这个是第二章或者第二篇第二章 你给它一个,或者入门题也可以,我可以按储存 储存之后,请你把CAD的务必一定要关掉,你都大概先画起来 CAD不一定整个关掉,你可以有两个XX,你可以关里面这个XX就好了 关里面这个XX,至少要关里面XX,或者整个关掉也可以,然后再把它缩小 你可以看到这边不是有CAD,这个CAD的档案在里面是这个图示 可是因为我们外面没有CAD的软件,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档案除成在我的随身碟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请你把这边移开来 第二个,请你把它按住不要放,往外拖拉出来,放开 各位可以看到,在你外面的桌面上,就会多一个档案,就是这个档 但是各位不要觉得很习惯,为什么这边是一个这个图示 为什么?因为外面没有CAD,所以会变成这个图示 它无法打开 如果说将来你到了你家里,或者是说你下一次来上课的话 假设,因为下一次来上课,这边理论上是不会有这个档,所以我把它删掉 比如说里面这个档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下一次上课的话,你要怎么样把它搬进来?很简单 你就从你的随身碟,或者放到桌面上再把它拖进去就好了 那你下一次,就可以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来就好了 差别,就只是拖拉来,拖来去,拖去而已 其他都一样,OK 你在你家里也是一样 这个环境,它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只能在那个32位元的环境下执行 如果说你现在电脑太新,恐怕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XP的环境 在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一下 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Windows XP 这个SP都是32位元的,那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是Windows 7 如果Windows 7,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 如果是32位元的,那没有问题,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64位元的话,那就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装那个模拟器,就会有一点问题 你可能要去抓那个,Windows 7有那个 针对64位元的那个虚拟机器的驱动程式 可能要找一下,如果你32位元就不会有问题 身边跟各位讲一下,不然你回去,怕你买的电脑太新了 像Windows 8,就会有问题 Windows 8,就装虚拟机器,好像目前没有支援 反而Windows 7有支援 OK,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储存的时候,特别说一定要先把它关掉 或者整个关掉都可以 然后存在你桌面上,再把它存起来 那下一集也试试看,存出来之后再删掉 重新放进来看看,OK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虚拟机关掉之后的话 里面的档案,就会还原掉了,就会没有了 所以你今天做的这个,就会不见 明镜区 总统统统统统 不ρχ行 明镜区